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光臨本頻道 最新最熱門的娛樂八卦進在這裏 提到蛇絲曼 還記不記得當年的港媒說了些什麼 搞到她的愛情戰績被豬絲更繁複 為什麼說這樣呢? 話說遼僑偉搞生日宴 慶祝她太太華寧和結婚紀念 蛇絲曼都受邀了去參加 本來很開心的派對 誰知被那些港媒變成了蛇絲曼的獵艷主場 那晚中伏的四位紳士 就是胡君、林、馬德忠和謝天華 其實我們不知道在Party期間 蛇絲曼是否真是按照那些港媒說的那樣 開足馬力放電 不過細看她以前的城市 你會發現 在這樣的遊戲裏邊 她真是有些本事 這麼多前男友拿在一起 差不多就可以組成一隊籃球隊 她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以前拍拖的人數有沒有超過10個 她大概會回答你 應該是這樣 在2000年 蛇絲曼和張智霖合作了《十月初誤的月光》 拍片期間 她們經常被傳出離真的曖昧 她們又合作了愛情片《跑馬地的月光》 緋聞的火爹的更加厲害 那些粉絲都開始信 以為兩人腳定交牌 甚至有傳假到連蚊子包都關事說 蛇絲曼幫張智霖用口水查蚊子包 搞到張智霖的正版女友元穎儀 聽到了 即刻急急地趕去影棚鼎鼎鼎到 那些傳聞炒得沸沸揚揚 有時候連她們的合作都受到影響 例如之前傳了她們有可能一起拍《衝上雲宵》的電影版 結果說TVB怕得罪袁詠儀 連夜拆掉她們的CP 可見當時的情景有多逼真 但其實 這些所謂的緋聞都只不過是媒體炮製的料 袁詠儀早就出來講過 我一定要趁這個機會澄清一件事 那些東西對蛇絲曼好不公平 我根本無那些所謂的疾渡心態講到蛇絲曼 她1975年出生在香港 小時候 屋企生活恩實 週末時 父母都會拿機會租遊艇帶全家一海洋飯 不過 租遊艇的費用 對一般香港市民來講 其實都是一筆不少的開支 五歲那年 她爸爸因為交通事故不幸去世 而母親當時已經懷有第二胎 即是她之後的弟弟 她有一個哥哥 一起和媽媽浸在生活的困境裡 每日艱苦奮鬥 木偶媽媽夜夜以淚洗臉 為了安慰她 她和媽媽一起睡 就這麼陪伴了成十幾年 最初 知道爸爸不會再返家的蛇絲曼 還這麼開心不得了 想著不用再日日面對爸爸逼她吃飯的飯 父親來世後 哥哥移居國外 而蛇絲曼就和弟弟和媽媽三個互相扶持 她在香港協恩小學度過學童時光 然後升入協恩中學 1993年 蛇絲曼院赴瑞士升學 攻讀酒店管理 當時大學的課程要半年讀書半年實習 實習期間還有新水 就這樣 蛇絲曼一邊工作一邊完成學業 在瑞士那陣時 她經常和媽媽通電話 一邊講一邊哭 1997年 大學畢業的蛇絲曼 搬隨男友移居台灣 男朋友家底恩實 不需要蛇絲曼出去賺食 但她不要自己青春歲月 就禁消融此雪人 於是她決定反香港 反到香港那時 媽媽已經選擇夏威夷過著夢想生活 話說有段愛情等著她 蛇絲曼在香港靜靜讓禁住 無意之中在電視上見到了港姐競選廣告 就禁報了名參加1997年的港姐競選 美女如雲 當時已經有演過不少戲的翁家瑞 又有超母歐陽妙姿 還有靚得尼之稱的歐子亭 初時因為緊張 蛇絲曼在彩排時都會流眼淚 到了舉世觸目的紅館決賽夜 蛇絲曼戰勝歐子亭挺進五強 並最終封後為貴軍 蛇絲曼的媽媽在香港 像條活龍禁有社交動能 香港時尚漁樂界 懶懶搭搭搭了一大堆朋友 講到專悲 蛇絲曼還要稱呼曾志偉口口 令到港姐貴軍後 有傳言說蛇絲曼能夠抽身而出 傳因為評審曾志偉撐腰 TVB 準備回拍經典劇雪山飛湖 蛇絲曼和當年港姐冠軍翁家瑞都接到視鏡召喚 角色是描約蘭 最後蛇絲曼被選中心演 由於演技初露頭角 蛇絲曼被不小評論 甚至有製作助理對他人身攻擊一整日 蛇絲曼受罵後 仍要硬著頭皮完成當日份內的戲 為了脫離被人笑話的雞仔聲 蛇絲曼堅持每日朗讀報紙 他又對著鏡頭磨練演技 一年就是成日 他的勤學苦練帶來了成效 演技進步神速 2002年27歲的蛇絲曼 在拍攝情緣戲機車的時候 相遇了33歲的陳浩文 陳浩文那時剛演完天龍八部 和其他很多業門劇 人氣天外表進浪 而且花言巧遇 蛇絲曼被對方的瘟炎物語迷倒 喊入愛河 兩個人愛得前面匪測 陳浩文向來是個好凍不安分的人物 在和蛇絲曼戀愛期間 都和其他知識堂堂的女士玩得火熱 屢次被媒體披露 在夜店尋寬的裂鳳爆料 好似說一次不中百次不用 目睹男友女女出軌 蛇絲曼終於受不住挑選了分手 之後首相吳卓熙 形仔馬德忠 都傳過是阻他的左膀游臂 據說蛇絲曼對吳卓熙好事呵護 不單止送了他高價手錶 兩百萬的保時折 一百五的豪宅蛇姐說買就買 真是大方得來 但是因禁,吳卓熙不在左背上了一個軟泛藍的標籤 最後只能不得已站出來澄清自己和蛇絲曼的緋聞 這段八卦的感情故事就似打著 蛇絲曼之後都引頓了一段時間 直至入了2008年拍《法政先鋒2》的時候 和鄭家穎真假難分地拆出了外火 兩人小小的陷入遇淨遇深的感情漩渦 不過蒲頭來的 就是蛇絲曼和鄭家穎的感情關係意外曝光的時候 經歷了一段非常尷尬的事情 原本兩人都是喜歡保持一個低調的態度 怎知運氣不好遇上突發事件 有次鄭家穎送蛇絲曼返家 見車子卻意外爆彈 僅要求周圍村民幫手推翻去 個心想著不想曝光的兩人 結果被人認識了出身份 愛情一公開就無在秘密可言 而且他們分手的方式都戲劇化得來 又出乎意料 據說那天兩人剛見完面 鄭家穎有情送女方回家 誰知半路被狗仔圍堵住 情急之下鄭家穎居然將蛇絲曼落車 略略凌了一下之後自己趕著開車走人 蛇絲曼對於這件事感到羞辱致極 而且十分失望 之後就各自走各自的路 從來的事情裡面 蛇絲曼好像傷得不輕 現在都距離五十歲的她 依然所深山情 再無生戀情傳來 但是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蛇絲曼不單止感情豐富 條嘴上還超級直率 前段時間蛇絲曼接受媒體訪問那時 抱怨到日後不會再參加內地的真人騷 來的言論一出來 即時引來一羅匡網友的不滿 有人認為蛇絲曼拍節目賺了錢 事後竟然對著媒體大發勞騷 她的行為真是有些不應該 太失禮了 在眾網友心目中 蛇絲曼的好明星一下子滑落谷底 有些人甚至封了她做香港版的張拿拉 但事情真是這麼簡單 說她並不是這麼一面倒 因為蛇絲曼訪問期間有特別提到 有個充滿監控攝像頭的綜藝節目 搞到她好不適應 當時節目到處都是監控 24小時不停地監視她所有動靜 讓她感到非常不自在 當初不知詐這樣的情況 還一不得意出現在鏡頭前 結果那些鏡頭將一次都拍攝了下來 蛇絲曼自然感到尷尬到極點 所以蛇絲曼才有這樣的感慨 直言日後不會再參加內地的真人壽 我們不知道在簽約的時候 蛇絲曼是否清楚了那件事 但如果是真的話 她的反應其實都頗為合理 而且蛇絲曼並不是第一次 因為直言無謂而被人記住 2002年有媒體曝光蛇絲曼 和陳浩文的電話錄音 全過程只有十幾分鐘 不過對話內容相當直白 這段錄音間接披露了她們的戀情 最怪的是 無緣無仇的方中信還無緣無故踏上 被蛇絲曼和陳浩文背後諷刺她是機 當然 剛開始大家對於那段錄音 是不是真的都存疑 但是跟著 蛇絲曼被拍到請吃方中信吃飯陪禮道歉 於是這段話題的真確性就有了答案 由於戀情屬實遮不住 陳浩文似乎都忠於誤導 選擇和蛇絲曼公開認外 雖然最終她從事本性難移 和不少美女明星關係曖昧不清 蛇絲曼終於明白到對眼前這些男人毫無信任 她不願意將自己的一生托付給一個靠不住的男人 因此決意分手 雙方從此各自天涯 不過經歷過後 增值遼蛇絲曼的選擇是正確的 最終浪子陳浩文選擇了蔣麗莎 而結果 這位兄台居然令老婆五年否四胎 成日被罵到狗血噴頭 期間她還闖出了醜聞 搞到蔣麗莎人忠心卻擔心不宜 唯有挺著大兔子 和她齊齊面對傳媒道歉求原諒 所以細心想想 離開渣男的蛇絲曼 真是做得很聰明 最後蛇絲曼的故事都提醒了我們 即使是名人 都是普通人 他們一樣的會遇上感情挫折 和人生波折 她公開坦率的敢言敢語的性格 也是那些啟發 提醒我們勇敢表達自己意見 和感受 同時在表達中保持尊重和謹慎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你的指指點點和行行點點 對我們來講是最大的鼓勵和支持 記得在評論區留言說 我們知道你想知道些什麼話題 我都為大家準備了兩段其他好看的片 去片段欣賞下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